香港政圈最近又多了一股新勢力 就是搞到建制派非常頭痛的維園阿閣 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任亮憲 他仲是前立法局議員任善玲的兒子 由單打獨鬥發展到有追隨者 為什麼他會選擇用這麼野火的手段來論證呢? 就是他,被子已活化了快來30歲的城市論壇 保皇護駕底下很多政府的博士民生或者浪費公帑的方案都能夠獲得通告 亦都是他,令建制派議員短期內齊齊杯葛出席論壇 如果用一種這樣的方式,他肆意抵毀 我想這些不是一種討論的方式 新民是一個中國人,你沒有血腥,你知不知道是一個國防 你沒有血腥,你知不知道是一個國防 其實很多市民都這麼反怒一樣,我們都認不到建制 他就是近期政壇的焦點人物 每個週日都在城市論壇打等,人稱維園阿哥的任良憲 在論壇經常穿紅色衣服出現的任良憲 本身是一間外資信託公司的聯席董事 他爸爸就是前立法局議員任善寧 被視為右派代表的任善寧,是123民主聯盟主席 回歸前以溫和從政手段,游走在不同黨派和港英政府之間 時二世逆,任良憲認為爸爸這一套已經不合時宜 今時今日你說用溫和,所謂的理性溫和的方式又如何呢 可能是結果都沒有任何成效的 反而大家不如創新些想想 除了一些傳統形式的所謂溝通之外 可不可以再用其他渠道或者其他方式去爭取得更多 回歸13年,議會內建制和民主兩派組成的比例沒有大改變 化名為馬草黎的任良憲,有感於代議政治 已經無法如實反映市民訴求 於是想到透過大氣電波表達自己的聲音 因為見到議會內有這麼多不公義的情況 小市民或者一般的階層未必有機會 可以將一些訴求或者不滿在議會裡面反映 所以希望在議會外盡量爭取每一吋的言論空間 去講多一點出來 事實上,隨著任良憲的野火表現 越來越受到傳媒觸目 不少年輕人亦都響應他的呼籲 上星期一早就來到論壇等候入場 我們今天要發起這個傳媒發聲的運動 不單止在維園、城市論壇要發聲 我們更加要爭取每一個言論的空間 每一個言論的平台去暢所欲言 你不要怪他,全部罵了,狗狗來的 他們那些人講言論自由 最沒有言論自由就是他們 應該是自己講的東西是對的 別人講的東西是錯的 今天我也不會進去了 為什麼呢?這樣的場面只要打架 沒什麼意思 這個要求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當時他們要否決這句兩點 如果你們不建盟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2005年 正在結局爭吵的時候 我前版文章 停沒有時間,必不收貨 原意是讓不同政見人士表達聲音的平台 因為任亮憲在節目追擊建制派 以至有議員抵制 有親中部將公開呼籲論壇停播 但現象背後所展示 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就被忽視 其實這麼多年來 城市論壇都是風煙四起的 現在只是過去幾個星期 可能他們提出的立場或者理論 未必是廣大的市民能夠接受 於是他們就好像圍攻他們 當然這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加深問題 譬如貧富懸殊 不公義不公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也不排除越來越多香港市民覺得 真的要走出來或者要說大聲些 讓政府都真的聽到民意 和真的去面對 和認真去考慮和處理所有的問題 出席論壇書法政見 只是他的第一步 任亮謙不排除有一天 會由街頭論證 轉為報入議會參政 其實我想政治這件事 是人人都應該參與 人人都應該關心的事情 至於長遠一點想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會希望自己可以盡一點力 去服務市民貢獻社會 議會內當然有它發揮的影響力 但議會外人人的參與 我想這個環境 要請問問